Wesford有一栋上市已经很久的Short Cell 这是一栋四市三位 居住面积将近2000尺的 high-end的Condo Town House 这栋房子呢是1987年建造 屋主在2005年的时候 花了40万7500买进 现在要价26万5 这栋房子的优点主要有 1.环境 这栋房子呢处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居民小区内 在一个Circular Driveway的尽头 那在景色非常幽静的同时呢 这栋房子离495并不远 出了小区往左转 很快就可以上495 2. Contemporary的设计 整栋房子的设计非常现代化 也非常大气 厅以及餐厅的高顶 还有落地的玻璃门窗 正对着窗外的树林 非常田径舒适 卧室的天窗以及Oversized Window 光线也非常好 3. Space 对于一个Town House来说呢 这栋房子更像是一个Single Family 整栋房子的设计上 不但厅以及Family Room非常宽敞 三间卧室呢面积也很不错 而且地下室呢是Fully Walk Out的 完全可以出租出去 4. Amenities 小区内有游泳池 网球场 健身房等 而且呢它的管理以及绿化呢 做得也很不错 这栋房子的缺点是 1. Association Fee 较高 这块区域的Cundo Fee 比较高 每个月要600多块 那虽然呢这个Fee 包括了很多的Amenities 但如果你是作为投资的话呢 要好好的预算一下 2. 橱柜等还是80年代的风格 这栋房子在1987年建造完以后呢 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更新 所以呢它厨房以及厕所的橱柜 还是那个年代的用料以及选色 虽然呢不影响使用 新的屋组可能会想要更新一番 如果你对Westford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 关于这个城市的简单介绍